在2002年有三位學者 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叫做 細胞自滅 原來每個細胞都有一個機制 啟動了這個機制之後 細胞就會死 這是細胞自殺的機制 細胞就有一個蛋白質 叫做癌抑制蛋白 這個癌抑制蛋白 日以繼夜地去檢測 他們細胞的遺傳物質 當遺傳物質有異變 這個癌抑制蛋白 就會啟動自殺的機制 基本上就是叫癌細胞自己消滅自己 癌細胞怎樣消滅自己 就是它的遺傳物質DNA 就會裂成碎片 整個細胞黑就會不見了 整個細胞就會溶解了 這個就叫做細胞自滅 英文叫做apoptosis 既然有這個機制 可以逼癌細胞死 為何還會有癌症呢 就是因為癌抑制蛋白 是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有壓力的時候 因為壓力令身體做很多腎上線素 腎上線素就可以抑制 細胞自滅的過程 不是說壓力會致癌 而是壓力會令身體 削弱身體抗癌的能力 無關 無關 誤我很 bed all the way 武鬼 武